2020年6月23日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二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 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 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玛窦福音七章十二节 分享 耶稣在山上向门徒讲论天国和征服 他是以天国君王的身份在颁布天国的大宪章 门徒接受耶稣的治权 就成为天国的子民 遵守天国的法则去生活 爱主爱人 做光作严 以身作则 为天国作证 耶稣提醒门徒有责任向人宣传福音 但没有责任一定要别人接受福音 因为有些人 因为有些人以身陷罪中 失去理智去认识真理和承认犯了罪 他们就如猪和狗一般污秽和狂傲 决意走宽门大路之罪恶之徒 门徒该放弃与他们接触 让他们自食恶果 因为已尽了力就无罪就 然而 耶稣受与天国子民一条荆轲御律 是享有永生的必要律力 就是 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 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 这比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更胜一筹 因为 真门徒既听到主的话 相信主的话是生命的指引 全心全意实践主的教导 做耶稣所做的事 效法主对人的无私的爱 不求己意 只求他人的利益 放弃本该有的权利也毫无怨言 因为做天国子民 有主耶稣基督做君王 是最大的幸福 玛窦福音七章六节 十二至十四节 圣勇第四十八篇是向全能的天主表达完全的信靠 相信他必施恩保守 就如天主曾保护中心的犹大王 希泽克亚 击退强大的亚述国的侵略 列王记下十九章九至十一节 十四至二十一节 三十一至三十六节 天父 你从不一切深切爱慕你的人 求你使我们永远敬畏爱慕你的圣名 并仰赖你的圣名而生活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罗必尘 罗必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